假如把刻板实验放达100倍有多震撼 今天来放达 原电池 我们知道 把晶片和红线插入吸流酸 再用导线连接 就成了一个小型电池 不过它很微弱 连这么小的灯泡都无法点亮 这也太菜了吧 那问题来了 如果把小炮的原电池 换成这么大的体积 再把数量也放达到这么多 有可能给我的旧手机出场电吧 这么原丝的东西 给小炮用空间的毕竟吧 是吧 那就用实验来告诉我们答案 温馨提示 所以实验已经近5号 首先我查到 大多数手机充电电压至少15V 而一个大号原电池电压仅为0.8V 所以为了满足电压 我将7个原电池进行传连 总电压就来到了5.45V 点亮小灯泡就行松松了 什么灯泡算啥 做了一个手机充电呢 那么只需要拨开手机充电线 把它与原电池正式机相连 或许我们就将看到 好 秘航了 我就是我把哪有那么简单 既然电压够了 那问题就可能在电流上 查了一下 激活手机电路大约要500V的电流 一组电池是不够的 好 那咋说 简单 既然将电池串联能增加电压 再加两组电池并电就能增加电流 并电耗的电流来不到0.81A 这样一来电压和电流就都满足了 现在我们再来 这个原电池能否维持续充电吧 还是不行吗 诶 有了有了 这么原始的东西 诶 这怎么有从商店 那当然 我们的客机不真是从原始 一步发展过来的吗